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的士駕駛報告 今天又來開工 要出去九龍 現在就經回荃灣路出去九龍 因為早上 如我之前所說 早上的荃灣 通常都比較靜的 你也看到有些車都是空車地出走九龍 有些的士 著著燈地出去 有機會是交間 有機會出去找客人 兩者都有 好啦 喂 現在就走這個連場道 開著Uber 看看有沒有客人 因為通常這一帶的住宅區都有機會有客人 但是這次就沒那麼好運 如果要走路的話 唯有出去旺角那邊 又是在波蘭街 去到朗豪方再看看 這段路 其實經常都有人 即是會 去一些酒吧 或者去那些 馬雀館 這個中數就有機會走的 但是出回來就看到 哎呀 那就糟糕了 那些等客位排完的士 那算了 走了 不等了 一出去尼敦道 即是一出去尼敦道 看到一堆的士在排隊 我知道心感不妙 用了一堆時間兜來兜去 最後就在Uber 接到客人 就在大角咀堂尾道 就去長沙環的杏進縣 那這裏呢 都是 一直直去先 那我就知道今天 開過頭就一般的了 又是 又是 通常我出到旺角都有 大機會可以很快地上客 但是今天也要等一下 那麼 這個早上也是比較靜一點 好了 轉回來 長沙環道 再在前面轉左 進去恆福村那邊 恆盡遠就在這裡再轉右 就在這裡下客 下完客之後又繼續去找客 那麼 這裡坐小巴的人就很多 坐通宵紅色小巴的人很多 那些人在街邊站 但其實不是截的士的 都是坐小巴的 而且這條路已經有空車的的士在這裏 所以我都離開了 那這裏呢 就成功接到客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荔枝角的羽晴軒 不是 在這個雲 等一下 在這個雲景台 對啦 雲景台呢 就去香港佛教醫院啦 那就 我相信 就是 就是 這個路線也是有兩條的啦 一條呢 就是農場道 就快一點的 一條呢 就是 走長沙環道 太子道的 那就慢一點的 但是慢一點的而已 距離是短三公里的 三公里是好多的 的士 所以就走這個的長沙環道啦 好啦 這樣呢 就 不過呢 這些燈位呢 就真的比較沒那麼暢順的 好啦 對啦 搶沙環道 轉過來街逛街 然後一陣就在太子道直去 去到聯合道啦 然後再一直直去 很快就會去到佛教醫院啦 來到這段路就應該快一點啦 好 再繼續呢 直去 好 再繼續呢 直去 去到這個路口就卡回左了 轉左的 對啦 對啦 那這裡呢 就都是一直直去 那些燈位都應該會 開始變得順的啦 好了 這個位呢 就轉右 再轉右呢 就是佛教醫院啦 落客 落客 落客之後呢 繼續找客啦 但是 落庫 我猜都剩下的 如果我要找客的話 我只會去 落庫的的士站 即是落庫廣場那裏 但我感覺上那個位已經排了很多車 所以我還是離開一下 錄完整條聯合道 再出回到這裡也沒有客 我這個時候打算去一下廁所 那就去這個 四尾街 巴士總站的廁所 因為比較新樂性 比較帥氣 也比較舒服 對啦 也方便去短暫停留一下 那去完廁所呢 又繼續去 找客啦 那來到這個 位置唯有上一上 池雲山啦 經虎山道上一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接到客呢 就要下山的 那這個位置調回頭啦 那就是新蒲乾大有界的 那這裏過去也不用太久了 好 再過兩個路口之後呢 就轉左了這個位置 轉左進來大有界的客就在對面 路 所以調回頭啦 就在大有界就去池外院的 那都是一個 就是不是很長的行程 不過都OK的 我猜池雲山是有客的 問題就 剛才我也是在吉車上池雲山的 現在有客上上去都OK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 回到蒲乾川道就上去的 你會 那再在這個位置轉左啦 好 這裡轉左 進到來再轉右 那麼呢 不過呢 這個時候呢 Uber已經在派單給我啦 那就 池雲山的單也有啦 那一陣子下完客呢 就可以 又直接再去上客啦 好啦 上到山這個位置就轉左 再轉右 進來這個池外院啦 那就下客 下完客之後呢 就 其實這裡呢 旁邊都是池正村的 但是這個池正村很大啦 那我要去另一個入閘位的池正村 好啦 那就 經過這條路 進來 那就上客啦 就由池正村去深水埗 陰州街啦 好啦 那呢 就 轉左 更過導航的 其實有想過是不是 轉右 但我已經轉左了 但是這邊呢 就 如果在池正村剛才的位置 可能呢 還會快一點 比起轉右來說是快一點 好啦 那如果去深水埗陰州街 那就 應該就要走這個 農場道過去的 因為一陣農場道 大步道下回來呢 其實呢 就可以很快地去到陰州街啦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去深水埗其他位置 那你就當然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走回 例如太子道那些位置啦 例如你去一些大南街呀 或者是 去到一些 跟著打角咀附近的位置 那些位置 你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要用回太子道啦 那麼一個地方 去到不同的街道呢 可能都要使用不同的道路 那好啦 這裡轉回來呢 就會去到這個陰州街啦 那邊一直直去啦 那客人呢 就說去到 西吉隆中心這個天橋底的位置 好啦 現在下了客人啦 下了客人之後 我不知道啦 我打算去一下 南窗站那邊啦 那麼 但是又 最後又改變主意 就去一去大閣咀的海皮那邊 那麼 看看這裡有沒有料到啦 是 看到 能夠等客人的位置呢 都等不到客人的 很多校巴在那裡 那所以 那之後呢 就接到客人呢 就是在 這個的 這個 海樂園那邊的 那現在呢 就過去先啦 那就 哎呀 其實原來呢 是可以入閘的 我之後看到 我一直以為 不可以入閘 那客人也是在外面等 好啦 那從海樂園呢 去機場 那就 終於是一個 長途的行程啦 但是呢 就 哇 我這個加盛的時間 被人扯了去機場啦 那我想說呢 今天的加盛的時間呢 就是7點到9點啦 那這支旗呢 我們是6點50幾分接的 結果呢 這個加盛的時間呢 很大的一段時間 到了 7點 大概30幾分 34到40分這段時間 我才能夠出去市區 再做一些 有加盛 有獎金的旗啦 真是 正當 你 希望不是去機場的話 那時候呢 就真的去機場 那因為 為什麼就不想去機場呢 也要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進了機場呢 基本上 就 要駕車出來啦 裡面就要等客人 雖然未必要等很久啦 但我也不會等的啦 因為 就不常失啦 裡面就等了啦 因為這段時間應該是 早間來說 最繁忙的時間來的 那麼 怎麼都會駕車出去的 對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 沿著這個 北戴嶼山公路呢 就進去機場啦 那就 對啦 因為呢 如果我再說得清晰一點呢 就是因為那個 機會成本的問題啦 如果我在這裡逗留在這裡 可能整個小時 如果以兩至三個小時來看 我在這裡逗留在這裡 兩個半小時 然後成功上到客 再出回市區啦 那就 我兩個半小時 可能只能待到二三百元啦 但如果我現在用二三十分鐘呢 是駕車出回市區啦 再做多 兩個小時的生意 可能那裡都有 五百元 六百元的啦 所以呢 一個option 就是只有二三百元 一個option 就是五六百元 那我一定會選五六百元的option啦 那就結論就是 唯一選擇駕車出回市區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是駕車出回市區啦 那就 再一陣子 因應那個客流量啦 因應那些乘客的需求的 而選擇去 出九龍 還是去荃灣啦 那我個人就 PREFER 去荃灣多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是我自己的家嘛 附近地頭 有一點感覺啦 就是逛一下荃灣的街道 所以這是一個個人的偏好的問題啦 還有呢 荃灣的旗都 都不短的 很多時候都 還有 荃灣出市區對比市區出市區 當然是荃灣出市區長一點啦 所以 去荃灣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上客會比其他 新界的地方快一點啦 其次就是 你可以拉遠一點點距離啦 例如 如果都是去美孚的 荔枝角去美孚 和荃灣去美孚 荃灣去美孚 當然是荃灣去美孚的距離會長一點啦 所以呢 都有一個 我都會這樣想 拉遠一點點距離 玩點 現在周圍都有客 當沒有客的時候呢 當然是去九龍啦 因為九龍的客人又會多一點啦 但現在周圍都有客人 理論上 當然是去荃灣啦 那好啦 其實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貼到一張單啦 首先 加25 元的獎金啦 另外呢 就 1.2 倍的加成啦 這個客人呢 就在這個 這個的帕奧灣啦 這裏轉右啦 再一路直去啦 來到這個帕奧灣啦 由帕奧灣去石圍國村的 中學那些那裏啦 即是那些 何傳耀中學 梁勝德中學那裏啦 對啦 那麼就 對啦 還有呢 如果傳玩的學校的人士呢 或者傳攜青學校的人士呢 都應該會經過那個位的 就是在那個何傳耀中學 和梁勝德中學附近的位置 為什麼他們會經過呢 因為那條呢 通去運動場的必經之路 那些中學生呀 小學生的運動會呢 很多時候都是在這個 這個盛門谷運動場那裏搞的 所以對啦 好 那現在呢 就轉過去這個 上來啦 上來這個石圍國 那再在這個位置轉右下去啦 你看到啦 非常多車的 都是家長的車啦 車的那些小朋友上學那些 對啦 那現在呢 再上來呢 就接到一個客人 都是這個石圍國的 那麼就由石圍國村呢 去觀塘海濱道廣新航中心 那都OK啦 都是一個比較長途的行程啦 就要差不多 半個小時左右才去到的 根據導航顯示 因為中途有相當之塞車的一個 塞車的位置 塞車的位置大概在 龍場道 風力流落 黃大仙方向 整段都塞的 那反而就平時的塞車位就由 龍場道下偉業街的位置又不塞 超奇怪 那今天的主力塞車位是風力流落黃大仙 那一會看看是不是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經回青山公路線啦 然後呢 就去這個 龍場道啊 那這裡呢 再一路 跟著這條左線啦 轉出來這個龍場道 好啦 暫時看到對面是相當塞車的 那個車龍 非常之長 那麼去到 車龍也是相當之長的 好啦 但是呢 現在到我們塞車了 那麼就 呃 都非常之失車 那麼就 但是呢 它就不算是塞到停了 起碼是在晚流中的 但是就 對啦 面對這個塞車 我能夠做的事都是為了正心地等待 都沒什麼好做 還有 因為 有時候 塞一下車也OK的 都 好玩的 我突然想起了小時候坐巴士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都會這樣 即是喜歡坐車 遊車可 坐巴士 遊車可 最喜歡就是塞車 因為覺得值得坐一點 即是都是給我價錢 但是可以坐久很多 以前 以前坐巴士 非常喜歡塞車 那麼人去到越大過呢 可能就 越趕時間啊 那個人 越對時間 越來越有觀念 就不喜歡塞車了 但是 其實現在 我都覺得OK的 有時候塞一下車 令車程變得特別一點 好了 那麼就好 塞完車了 可能就是因為後面那叫塞車 令到這個 平時經常都塞車的位置 就不塞車了 農場道 落花葉街的這個位置 就 都比較暢順 那麼現在去廣山漢中心 海濱道 那個 導航就是教 走觀塘道 之後就 轉進去牛頭角道 然後再下去 因為在觀塘道是不能夠 直接轉右的在那個位置 然後再過這個路口 再轉右 觀塘道就不能夠在這裡 轉右來這條路 那好了 現在就過了這盞燈 在前面這個位置 轉左之後 就可以下客了 下完客之後 就繼續去找客啦 來到這裏是不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會進入將軍澳呢 是的 我都正有此意的 不過呢 就 未必一定要進入到將軍澳的 那麼 我這次就 打算可能見到附近 如果有些高的嘉誠 未必進入到將軍澳都照做啦 那就 因為呢 始終都 那個嘉誠的獎金的時間是有限的 那麼 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是有25元的獎金啦 所以都不要吉車那麼遠進去啦 能夠把握到機會的 就在附近就算啦 那就是這個 新闊瓶南村 啟德協調到105號 1.3倍的嘉誠 再加25元的獎金啦 那麼這支旗就 變成一個 三位數字的旗啦 平時如果跳標 都是一個 兩位數字而已 對了 那就 這個啟德協調到105號 去到大家就大概知道在哪裡了 或者你自己可以Google查一下 通常可以打這些 我不打 建築物出來也有些原因的啦 好 不過這支旗有個好處的 極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全程都是 觀塘妖道 一會 一下來太子道呢 基本上一分鐘即刻到的啦 好了 下來太子道 之後這個位置轉回進來 不用一分鐘就即刻到這個位置了 下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再接到那個客人呢 就在這個新蒲江 著陸街的 那就是啦 然後轉回進來 要下來這條隧道仔啦 平時都比較少走這條隧道仔啦 那就轉回出來 再轉 左啊 這個位置 轉回左 然後呢 就到達新蒲江 著陸街啦 由新蒲江 著陸街 去三居灣 東會廣場 咦 又是一些 快的旗來 為什麼一上下就接快呢 因為剛才 著陸街的位置 直接 超快 上到觀塘妖道 然後呢 就可以去東瑞啦 不過我計漏了一點 其實又不是那麼快的 因為呢 東瑞是會塞車的 但是呢 已經是比之前三稅 收費不統一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 沒有那麼失車了 現在東瑞是便宜了10元的 在繁忙時間 紅水是貴了一點 西瑞也是便宜了一點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東瑞的車樓 的確是有所減少的 的確沒有那麼失的 記得以前呢 就要上去 即是在那邊那條路 在那個 即是在消防局的那條路呢 就可以避開這個塞車 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需要的啦 因為 最後都會 大家差不多時間到了這個 原本收費停的這個位置 即是沒有需要特意 選一些路去避開塞車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現在車樓少了 東瑞 好了 那就 又進來這個 東區海底隧道啦 如果去沙基灣那邊呢 就正常就不塞車的 因為 去沙基灣呢 即是往東面的方向 通常不塞的 通常塞的話呢 向西面的方向 的道路才會塞車的 所以 這支旗旗出到來 應該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那麼 對啦 出到來呢 客人就有要求怎樣走 我也是跟著他所說的走 他就說呢 在這個路口呢 就轉右 然後呢 在下一條小路呢 就轉左 再一路直上 就轉左 到達這個東會廣場 那麼繼續去找客人 那麼就 如果沒有客人 我就去過廁所先啦 但是有客人 其實這裡有個廁所啦 但是在這個廁所位附近 在這個廁所位附近 好了 接到客人就在這個 邰東村去 韋葉街雲里 雲里金融中心 即是韋葉街雲里那邊 這支旗旗呢 又是快的 那麼突然間 看到呢 就是 今早的早上 滾來滾去都沒有客人 但是下午 即不是下午 即是這個繁忙時間 竟然上到這麼多快的旗 那麼其實呢 好像是慢慢呢 又開始 又追回了 有時候 駕駛的士就是這樣的啦 開過外頭 可能有好的結果 不知道的 就是 誰可以猜到 也可以開過外頭 有一個好壞的結果 但是你怎麼說 都說不過是撞車啦 所以呢 其實你只要沒有撞車 一天 安全地完成 其實 你應該感恩啦 好了 那麼呢 去這個 雲里金融中心呢 那麼就 呃 直去啦 直去然後轉右偉業街 再回旋轉 繞一圈回來 好啦 這裡啦 我打算轉右啦 但是呢 其實呢 我是不應該拿一條右線的 因為這裡的車 原來很多都是想U-turn的 那就 我就卡住了在這裡啦 所以呢 我應該是拿一條 外面的線啦 因為你想一下這格 這格 即是 我又不是說它慢 但是呢 你也知道啦 一個這麼大的旅遊巴 這樣在這裡做U-turn 這樣就要看一下那些鏡子 看一下那些位置 慢慢起步啊 它都用了不少時間 其實一盞燈放得 三四格旅遊巴 還有很多旅遊巴 這樣U-turn 即是巧巴 或者小巴仔的旅遊巴 那個位置 U-turn上去真的要慢慢等 好啦 來到雲理金融中心 然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 現在就 衝進 將軍澳啦 那其實為什麼要衝進將軍澳呢 一來就是我真的想衝進去啦 裡面會有客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 我有些上去廁所 但是一時三刻 如果剛才那位葉佳有位呢 我想不到一個位 是我很方便地泊車 而附近有廁所的 所以呢 我打算衝進將軍澳的 這個 在坑口附近有一個位呢 就是廁所位 剛才那個位置進去呢 其實都很快 5至7分鐘左右 應該就 去到這個廁所位 由剛才偉業街雲里的位 對了 就是這個位置 裡面的公園有一個廁所的 去完廁所之後 就接到一支旗 在坑口附近有1.3倍的加成 不是 這個是1.4倍的加成 就 看看去哪裏 那就是 更明遠去中環雪廠街 謝謝你 有長途旗之餘 又有加成 而且這支旗旗呢 又是很快的 因為呢 它去過雪廠街的位置 就是由剛落倒中 轉入雪廠街的位置 那就是你基本上就 不用去塞那個 王后大道中的塞車了 所以這支旗旗呢 也是很快的 暫時來說 好像就這樣看來 真的在繁忙時間的時候 除了剛才那個 石圍閣去觀填有少少少塞車啦 其實都不太好 都要了5分鐘左右 即是比起原定時間多了5分鐘而已 所以 都還好啊 那一陣子看看 中環再怎樣 好了 現在呢 就進來這個東瑞了 咦 剛才我們已經走了兩次 現在又再走一次東瑞了 好啊 進來東瑞 那再一直直去吧 那一陣子呢 就要 向著 西邊的方向 我就會 事先看看導航 主要的塞車留意位置就是告示打道 有機會好塞車的 在告示打道 即是 接著在灣仔那堆汽車層列塞的位置 或者是 再前一點點 接著 接著演藝學院的位置 都會有機會有 好塞車的情況 但是我看過導航呢 就看回那個塞車的情況是 上可接受的 不算好塞的 應該是短暫 這個位置 就是少少卡卡啦 但是也沒有卡卡 甚至乎是流暢的 所以就 行告示打道也OK的 好啦 客位置就是這裡轉了進雪廠街 就落客了 落完客之後呢 這裡一定要轉左了 來到這裡呢 前面有貨車落貨 咦 這裡上了客 遮打道 去山頂纜車站 那客人上客的時候就說 山頂纜車站 那我就走錯了 大家知不知道我錯了些什麼呢 暫時看路也正正常上了 轉上紅棉路 那就是 我是以為去山頂的 山頂纜車站 但其實那客人是去花園道的山頂纜車站 上到某個位置的客人就說 其實那客人是去花園道的山頂纜車站 那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問清楚 我一聽到山頂就衝上山頂 他也不好意思 因為他也沒有說清楚 其實他應該說清楚 就是中環花園道的山頂纜車站 沒事啦 沒所謂啦 就回到山上 那麼 林心一層呢 因為可能我剛才被山頂那次衝分了頭腦 林心一層呢 其實哪會有人直接 坐的士去山頂纜車站 如果他要去山頂纜車站 他也會說去山頂纜車站 而不是說去山頂纜車站 所以 有時候 出錯了 我都 周不時 都有機會有出錯 這次給大家看 我不是完美的 有時候都會出錯 我搞亂了 當然如果乘客 講明說去花園道的纜車站 我一定會很清晰一點 但是 剛才那一刻 被山頂的字眼衝分了頭腦 最後 我先說回 我最後是收回27 他就說給30不用抓 我不會收多人錢 始終 我覺得我自己有出錯 我有出錯 二來 大家也有些誤會 隨便 最後 大家也有聊有聊 笑 笑 笑龍沒面 這樣下車 大家也有些誤會 有些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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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繼續去尋找客 剛才繞了江德道 再去堅道 沒有客 唯有 繞到山 似乎是半山 不太適合我的感覺 拿山去 王后大道 東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有客 王后大道 東 都是一個 的士的裸客熱點 周北市 旁邊也有機會有客 但是 這次 似乎 就 沒那麼 好 幸運 那麼 但這個時候就接到客 就在這個星街 就在這個太古廣場三座 現在呢就 在這裏就上客 太古廣場三座 高銀金融中心 上這一個 的位置 下來 就可以 經過軍器廠街 出回告示打道 這裏就轉了 上天橋下來 出回告示打道 那麼 根據導航就是走紅隧過去 高銀金融中心 就是 就是 出啟德隧道之後 第一個出口出的 那就好啦 現在呢就一路 直去這個 紅隧先啦 那就 好啦 靠右啦 那就 對啦 現在呢我們就要去這個 啟德隧道 那這裏 剛才那個阿嬤呢 站在馬路上 這裏的車樓很快 是有點危險的 我告訴你 好 幸好在這裏全部人都殺得切啦 好啦 那 一陣子出隧道 就第一個出口出 但是 因為呢 我看到導航突然有 閃一閃的 第二個出口出 第二個出口出了 其實第一個出口出才對的 但是就幸好在這個Uber一旗 就不會收多個客人 另外就是 幸好我第二個出口出呢 那些燈競順 好像 有機會比第一個出口出 所以 最後沒事 不過呢 就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就 剛才呢就走錯了一次 第二次 就是 剛才第十二支旗走錯了 這次第十三支旗走錯了 希望自己下一支旗就 不要走錯了 去 接客 就在這一個 的 在這一個 啟德木太街 之後呢 就是去新蒲崗的 好啦 那現在就去木太街啦 如果大家看得多我這些 拍的影片 都會知道 木太街都是其中一個 的裸客熱點 但是就沒有街客 比較少街客 通常都是上一些 叫車的客人 由 啟德木太街呢 就去這個 理心工廠大廈 就在 這個 深浦江 過去呢 其實都 不是很久而已 都是很快就可以去到的 那就要利用回 剛才今早經過那條 的隧道仔 那條 藍色外牆的 一條隧道仔 就可以去到這個 理心工廠大廈 好啦 現在呢就過去這個 理心工廠大廈 下回這個藍色隧道仔 再上回來啦 再在這個位置 轉右 在這個位置 下完客之後呢 就繼續找客 打算就 然後 出回來 彩虹村 平石村 平石村看看 會不會有很多車在排 會不會有很多車在排 哇 這樣也排的 超多車 大佬 10架車 以上 真的是 但是這個站 我感覺上客流量 不是很高而已 但是也有很多車在排 還在排 繼續找客啦 呃 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 在將軍澳 再逗留在這裏 都不太好 現在比較靜 這個時間 我看回地圖 看回叫車apps 根據我剛才看到那些排站的人士的數量 我估計現在比較靜 那麼靜的話 如果你又在九龍東 你進入將軍澳 有點過意不去的 所以都是要進入的了 很快地又接到一個客人 在這個陰明園 通常都是這樣 在水政俄飛的時間 你進入將軍澳 日間有些水政俄飛的時間 你進入將軍澳 通常都有機會有客人 那麼就從一名園去西九龍站 那麼就 轉左就 往隧道方向 一路直去吧 首先就一路直去吧 那麼好現在就 繼續地呢 直去啦 再轉上來 上張軍澳 這個隧道啦 那麼就 都是張軍澳隧道 然後就 觀塘妖道 啟德隧道 然後就 再出回七咸道 就 家事居到天橋 落回橋 然後靠左就 去佐敦道 再直去 去到西角龍站 附近 那這個 將軍澳去西角龍站 附近 或者是西九的行程 都是 周不時會經歷到的啦 那就是 好 現在呢 就靠左邊先的啦 再 去這個 啟德隧道啦 上次有說過這個位置的工程 原來已經是整了 五年了 都還在慢慢整 而且你看到剛才那些水馬 還有很多水馬在這裏 又是泥地 你就知道 等多一兩三年都未必完成 那些情況 香港好像呢 改一個路口呢 是會改很久的 但是 之前有看過那些 日本是不是那些 火車路軌更新 月台更新 改月台改路軌呢 他們是一日完成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些短片 像是東京新宿站那些 即是 火車月台要更新 要改動一些路軌呢 他們一日之內完成 因為他們不想阻礙到那些 反工反學那些人 香港呢 如果 如果改一個路口 大家也知道 要一些時間的 可能 晚工出小火啦 你不可以說人家的 日本人那麼快 可能容易出意外呢 不知道 現在就繼續去找學了 上來的時候 接到一個客人 在ICC 這個客人 就是過海的 不過其實呢 本來在ICC 也應該有超多過海車 對 那就是ICC 去中環的雲涵街 有一點 失車的節奏 但是 看看怎樣啦 不過看導航的時間 又不算太失的 就是導航提供的時間 都是 十多分鐘 不算太失的 好啦 ICC近水樓台 用這個西隧 過到港島這一邊 來到港島這一邊 就到西的天橋 再一直直去 那就是 對啦 去雲涵街 那就 一陣子就 行程都是 只有一個路線而已 這個位置 對啦 首先呢 就是這個 紅綿路上啦 一路上到 上阿里北道之後呢 就下來 下回來 那就是 靠左邊的線 就去雲涵街 好 這個位置就落客 拿完客 之後呢 轉回來 又有客 又中環 威靈頓街啦 那麼 南桂坊的士站位 就首先 一站 去樓梨街 再去貝沙灣 本身的客人只說 去樓梨街 不過呢 去樓梨街呢 他說 司機我可不可以再去 一陣子再加個點去貝沙灣 這個街客來的 那我就說 你要等多久的 大概 因為有機會 不是等好 即有些客人可能 想要你等很久的 我問他等多久的 三分鐘左右 OK OK 可以的 他說上去拿點東西 那好吧 首先去樓梨街 那就 由軍器廠街 轉回來 軍器廠街 回到告示打道 那一路向著 天后永興街的方向 那一路 直去啦 那前面呢 又靠 左線 那就 這個位置靠右 最右那條線 因為一路要轉右 就去這個天后的永興街 那這裏再轉右 清風街 這裏樓梨街 我說樓梨街哪裏呢 這裡轉左再轉左的位置 在這裏等一等 那好吧 就等三分鐘 那他再放下了 那本身65元的車費 我說你放下60元 他就放下了70元 那就等一等他 那期間我都怕會阻礙到人出車 這裏的麥錶位 那看到有人好像想拿車 那我想走前一點的時候 那客人又到了 那就可以直接上客人走了 那現在呢 去貝沙灣 那我就 提出了兩條路線的位置 波富林到還是走隧道 隧道有機會是上 堅拿道天橋比較塞車 走波富林到燈位比較多 他突然想起這個 波富林就塞燈 隧道有機會塞這個上橋位 但是他說他很久沒有開車了 他都不知道哪裏快點 他說叫我選 那麼我選了隧道 隧道就 要付5元的隧道費 但是呢 車的距離是短兩公里的 其實走隧道這條 應該會便宜一點 但是問題是呢 上堅拿道天橋的位置是有些變幻莫差的 有時候真的無緣無故可以 勁實車一波 但是這次就還好 很快就上到橋 很快就進到隧道 所以這次走隧道的這個抉擇是對的 那好吧現在呢 出道來 王竹坑 那這裏都是一直直到貝沙灣 現在要去貝沙灣的一旗 即是最下面的位置 我之前沒有跟大家分享貝沙灣小紫色 其實貝沙灣 最便宜的租金好像是兩萬元左右 好像是貝沙灣五期未必能看到海的單位 但是最便宜的入場費 如果要租貝沙灣的單位 還不是小的 好像是300-400呎 還是400-500呎的單位 最便宜的貝沙灣單位 月租只是兩萬元 所以 大家想想一下有些人租沙田也會租兩萬元 或者全灣也會租兩萬元 所以其實 貝沙灣 未必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難住 但是有這樣說 價錢是貴的 通常貴價樓的租金都會相對上比較便宜 回報相對上比較低 好 分享一個小知識 好了 來到貝沙灣上來華富邨 接到一個客人 在這個 在這個薄芙林村 上回中華廚藝學院 再調頭 在這個位置上客 一站舊大街 香港仔舊大街 再去花園台 舊山頂 無獨有偶地 剛才上街的客人 就是要我一站 然後等一等 這個客人也是 在舊大街 又要我等一等 但是舊大街 不是說你想等就等的 要有位置才行 你想 短暫停一下 都未必有 這條路徑窄 稍後就看看有沒有位置 對 一般來說你叫我等一等 很短 上個樓 拿一些東西很快 沒問題的 但是 我要停到 才行 這條路你站這麼窄 你要找個好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停一停 等一等客人 先了 他又說去 拿些東西 拿些文件 短暫地 等一等 好 現在再上去花園台 就經香港仔隧道 出去了 告示打到 上紅棉路 上舊山頂 就可以去到花園台 就可以去到花園台 現在就出回香港仔隧道 這裡 看看導航 就暢通的 不失車的 外面的位置 所以 應該可以拿著 右線 再打左線 這樣走 好了 先拿回右線 可以停止燈位 再打左線 這樣走 有時 善用一下導航 看看交通的資訊 有時也有用 來到這個告示打到 再上 紅棉路 直上去 最後 多謝這個客人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願意等他 我都很耐心 我一點不耐煩 都沒有 因為 沒什麼問題 只是等一下 所以那客人給了10元的貼士給我 我也很開心 好了 來到這個 翻完台了 翻完台 下客 繼續試一下 找客 沒有客人就吃飯了 羅邊神道 羅邊神道 滾一滾 嘩 滾一滾 很失車 通常 多車 可能有些車想轉入 廟膠加街 阻礙了 阻礙了路口 或者真的有很多車 最近多地盤 最近多些大禮頭車出入 最近這個羅邊神道 好啦 一直到西環的方向 其實我教住方向西環那邊吃飯 一直滾 都沒有客人呢 其實我也是一個吃飯心態 但我正在找 有什麼想吃 我正在調查哪裏有 中式的蒸飯 西環有沒有這些呢 接著西環盤有沒有中式的蒸 鳳爪排骨飯 那些蒸飯 我找不到 原本想來這個位置去過廁所 但是拍不到車 太多車 在那裏 唯有 去一去 去一去 我還在調查 可能要去到 碧露炸街 其實這個位置 突然有些東西我都想吃 但我又停不到車了 因為 我看到什麼 喜記美食 都OK 但是我這個位置拍車我怕會阻礙到巴士進出站 所以 雖然 再走前一點 在這個 碧露炸街的這個位置 也有些餐廳 買一些外賣 吃完飯之後呢 就去進氣先啦 因為我現在剩下90公里 但是 還有兩三個小時 交減 又未必不夠行的 不過我進氣比較穩固 還有 再休息一下 吃完飯再休息一下 那現在呢 去 入氣吧 去這個 水街氣站 西營盤 的附近 水街氣站 好了來到了 看看這個鐘數 大概兩點鐘 你都要排一下 隊 這個 氣站為何那麼早就要開始排隊呢 現在都未去到四五點交減時間 兩點鐘 都要這樣排隊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氣站 特別便宜的 是一個 衍鶴 的一個 專用的氣站 它的定價 是會比起 一般其他氣站 是便宜的 所以都吸引到 很多的 車來排隊 好像 不過 如果你是一輛四座位 你入氣就會 更便宜的氣站 更便宜的氣站 因為本身都省油一點 所以 入一些便宜的氣站也未必說會特別划算 但是 隨便吧 我附近只有這個石油氣站 都沒有其他 我唯有都要入一入氣 那好吧 這個位置就要看職員指示你入哪一條 隊啦 有左邊和右邊的隊 職員指示左邊隊 進來吧 好了入氣 入完氣呢 繼續去找客人 那麽就 呃 現在我就有一點點 馬目目的 看看Uber會不會 派單給我 那麽 有的 那麽就在這個 黃學道西的 接著那個 石棠咀的圖書館的位置 體育館圖書館 街市的位置 那麽呢 現在就 轉過來 先啦 那麽就在這裏呢 就 上客 那麽就由黃學道西 去月品酒店 那麽就是 酒店好像叫荃灣的月品酒店 但是 其實它是葵興的 那麽就 好像有些 荃灣和葵青區的 酒店呢 那些名字都是 混賣的 荃灣私禮酒店 那麽 那麽 好像不會 好像叫酒店名字 不是 應該這樣說 好多 好多在葵青區的 都會黏在荃灣的名字 好似是 那麽就 去這個 跟著這個葵青的牌就對了 那麽就 有想過好不好轉入大連牌 但是有一次呢 我記得有一次 可不可以懶惰呢 因為轉入大連牌是短一點的 但是呢 大連牌突然間勁失車 那麽就卡死 那麽就算了 跟著那個導航 導航就說 春榮路回船署 兜帶圈過去 但其實都不會兜多很遠的 那麽都 我想是三四百米以來 所以都OK的 如果走大連牌呢 就應該會短一點 但是呢 就有機會無緣無故失車 又撞 可能就是 為什麽會失車呢 撞正多貨車上落貨呢 又撞正的士在排隊進去呢 那條路就很失車了 那麽好啦 現在繼續去找客人 其實我原本 喝著進來就 去這個廁所的 但又是 停不了車 即是那裏有個公廁 但又停不了車 那麽算了 在這裏呢 就接到客人 在這個加利懶庫 那麽就在 就是 這條路一直直去 青山江路一直直去 那麽 過了這個位之後 轉左上來 這個呢 就是加利懶庫 那麽 就去這個加利貨運中心 那這一刻呢 就化身為這個加利 運輸的這個村巴 不是這個 廠巴 由懶庫 就車去這個貨運中心 那麽 員工接送的士 那麽好啦 前面呢 都見到這個加利貨運中心 其實有機會呢 我都想 但是應該沒什麽機會讓我上去的 那麽 好像很高喔 以車駕駛來講的一個 停車場 或者上下貨區 這個應該是數一數二的高 好像上到很多層 如果你駕駛貨運中心 那麽 那麽現在呢 就 一定要先去洗手間的啦 身體要緊啦 就是 剛才都一直找機會去洗手間 但是一直都難以停車 那麽這個位置又是難以停車 但是 OK的 旁邊這麽啦 那麽先去一去洗手間 去完洗手間出回來 那麽就 去這一個 一路出回去看看 這個路口有客喔 有 泉灣的這個 哇 灰搖國界呀 去這個清泰園呀 那麽就 那麽客人呢 有兩隻 挺有趣的狗仔 他們剛剛做完美容的 那麽 那兩隻狗是那些 白色的那些 蟲鼠狗呀 超有趣的 整個球一樣 超白色 雪白色的 那麽 那麽他這麽有趣 我就不收他的寵物費啦 但是那客人主動給多給我 34元的車費 他就叫我收50元 不用找了 謝謝牠 這兩隻狗仔 這麽有趣的 這麽有趣 狗仔就是 我覺得狗仔是這麽有趣的 就應該比你更有趣的 對於繁忙的香港人來說 你要帶牠到外逛 帶牠到外逛 要放狗 這可能對於繁忙的香港人來說 也有點壓力 我也覺得有善兆 你有責任和義務要帶牠出去 但你未必那麼有空 反而貓可以不用理會牠 但貓就會比較高傲 未必跟你有那麼多互動 好了 現在就找客人 青衣剛才要旅行的地方都旅行過了 我覺得比較安靜 所以就離開 離開這個青衣 走出去 去九龍看看 去年長道 再看看會不會Yuba 派到單位 或者我找到一些地方可以去 可能就去南昌斬方向先 這個時候Yuba 有派彈去富昌村 可以切出來 前面的位置就轉左 好 來到這個位置就上客 由富昌村去紅磡村 我想說 我一上客 見到那個 那個行程的時間 我走一條 這麼短的嗎 十分鐘之內去到的嗎 你只是加雪居到天橋的位置 有機會都用你五至五分鐘 或者十分鐘了 為什麼那個導航牽絲 由富昌村去紅磡村 是十分鐘之內去到的 奇怪 現在看看發生什麼事 沒理由的 現在都多車 看到這裡都一堆車 有可能呢 現在就給大家看 是有可能的 這個中數 為什麼加雪居到天橋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上到頂 以前你見到加雪居到天橋 基本上要哭三聲的 但是 那麼快呀 又犯法國呀 怎麼搞的 不知 超奇怪 那好吧 現在就 下回來 就不要走木戶街啦 就在警署里過去啦 可以省下燈位 在這裏轉右 紅磡村 真的十分鐘了 好呀 平常 如果以前 多些塞車的時候 看到這些旗 你就知道是塞車旗啦 但是現在這麼順 還有我想說 Uber好像計了 塞車的價錢給我啦 即是塞車的價錢 價錢會貴一點 應該是計了塞車的價錢給我 但是我這次是很暢通 很快完成 其實這裏好像不太遠的距離 四五公里 對啦 就好啦 由紅磡 但好像那個旗呢 剛才那支旗好像 好像七至八十元 即是 對啦 那就 由紅磡德盟街呢 就去 這個的 偉行窗新村啦 那就 美景嘉雯 喂 偉行窗新村 對啦 好啦 那就 這個位置轉右啦 對啦 再轉左 再在 這個位置轉右 這裡呢 落客 落完客之後呢 繼續 去找客 其實現在呢 只有三點半左右 我打算 做多支旗就收隊啦 今天就 早點啦 早點整頓一下 因為呢 即是 上一次是沒有的 但是再之前那些呢 試過太過敏水啦 心理壓力有點大 而且呢 今天呢 就 都算OK的啦 營業眼 都不錯的 所以 都 對啦 早點休息啦 別弄自己心理壓力那麼大 好啦 現在就 接到客人呢 在這個 啟德盟太街啦 這裡好多校吧 給點耐性啦 他們逐格逐格的 排進來 好 由啟德盟太街呢 去打角咀海帆軒 這是最後一支旗啦 預計去到那裏呢 就3點50分啦 我再做一點點自己的私人事 再進去郊間 之後就完結了 這一支呢 就是最後一支旗啦 去海帆軒 那麼就 我有想過 我也有不少路線的 其實導航推介呢 兜回去太子道那邊的 再走亞加路街 我原本呢 打算是 呃 剛才的木廠 即是 不是木廠街 我剛才也是打算走亞加路街的 最後呢 發覺導航推介 走這個 就是走這個傢伙街 即是走這個傢伙街 突然開始想起 是啦 不塞車喲 打算今天的位置 這些優勝的是 用到家市居道天橋紅碎湧上加市居道天橋的位置 以及 剛才 包括遊麻地 上家市居道天橋的位置 正常都一定會受到催車的 但是現在 全部都不失了 所以呢 很快地 又可以去到這個海帆軒 我難以想像剛才這些 塞車期都變成突快期 變成了勁快的期 現在到達海帆軒 落完車就進去交間 今天就開了一個沒那麼好的頭 結果也是不錯的 好似逢到塞車位都不太塞車 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很想避開塞車 很想薄取一些高一點的營業壓 很想走得多一點 接些領旗 但其實明明中自有安排 上天就幫你安排了 不用那麼惆悵的 現在就繼續進去交間 今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